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您好我是李诺亚 联邦疾病管制中心CDC宣布完成疫苗接触的民众 可以不用再戴口罩 也不用再保持社交距离 因为打过疫苗的人感染风险比较小 但是加州职业安全和健康部门标准委员会 最近投票通过的职场口罩令规定 要求比CDC更严格 加州的新口罩令即将在未来几周内开始执行 加州的职场口罩令新规则包括 从6月15号开始 加州所有的室内工作场所 只要有一个人没有接种疫苗 所有的人就必须戴口罩上班工作 室内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完成疫苗接种 才可以不用戴口罩 在户外不用戴口罩 但是参加1万人以上的户外活动的时候 还是要把口罩戴上 在室内工作的人员必须继续保持6尺距离 一直到7月底为止 就算已经接种过疫苗 也要继续保持6尺距离 在户外超过1万人以上的集会活动 同样要保持6尺距离 雇主有权要求员工出事完成疫苗接种证明 确认员工是否已经完成接种 在7月31号以后 雇主必须提供口罩给尚未接种疫苗的员工佩戴 newson提醒大家新冠病毒还没有被消灭 尤其在人潮密集的环境中 如果有人尚未接种疫苗 那么感染风险就会继续存在 加州劳工团体包括加州学校职员协会 加州劳工联盟也认同美国的疫情尚未结束 继续戴口罩才能保障劳工的健康和安全 加州严谨的职场口罩令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 包括加州商会等超过60个商业团体 同声批评加州的职场口罩令新规定太严格了 批评雇主必须从7月开始提供员工N95口罩的规定 太不切实际 购买N95口罩不但加重雇主的经济负担 也可能会迫使雇主囤积口罩 影响医护人员的口罩供给 反对的商业团体也提到 有员工因为其他的健康因素无法接种疫苗 可能因此在局场遭到歧视霸凌 最后可能会引发诉讼浪费社会成本 感谢收看 下次见